一位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表示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决定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时候 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 但是他的决定和预期并非全都不对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史蒂芬·沃尔特指出 普京高估了俄军的勇气和实力 同时又低估了乌克兰民族主义 在保卫其领土时的决心 及其武装部队的战斗能力 尽管他们的数量很少 沃尔特在美国杂志外交政策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 普京还误判了西方国家之间的团结 以及北约等其他国家 迅速向基辅伸出援手的意愿 还有能源进口国对俄实施制裁 并停止依赖俄罗斯能源的能力 根据这篇文章的观点 俄罗斯总统普京犯下的错误 还包括他高估了一些国家 在战争期间向他提供支持的意愿 例如中印大量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 但却没有向他提供明确的外交支持 或者宝贵的军事援助 但是这位美国学者认为 这些错误并不意味着 普京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的 他还承认俄罗斯总统 在他所做的许多事情上都是正确的 不错误的字幕讯者 杨栋人 可以接受其他帮助